如今人们轻松地生活 离不开身边的众多智能系统 仅仅汽车就承载了整套的智能功能 例如自适应巡航控制和防撞系统 保证行车的安全和舒适 每天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共同合作 来研究这些系统的不同部件 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以使我们的智能机器更聪明 但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始终被证明是无法预测且难以界定的 而且这个因素还阻碍着智能系统的发展 这就是人类使用者 现在科研人员正在转而研究 被称为分数皆微积分的数学分支 以将人类独特的行为 翻译成机器易于理解的语言 帮助机器更高效更可靠地运行 分数皆微积分是大众更为熟悉的积分学的广义形式 分数皆微积分并不计算整数皆的变化率或整数皆导数 例如一辆行驶中的汽车的速度或加速度 它反而会问什么是半导数 什么是三分之一导数 什么是四分之一导数 等等 这些问题的答案比积分要更难解释一些 但被证明非常适合用于为人类行为建立模型 这是因为利用分数阶微积分建立的分数阶方程 如同我们的大脑 有一种内置的记忆 一种在系统中解释过去的世界或所犯错误的方式 利用一小组变量 分数阶模型还能够解释我们的生理反应系统中 其他依赖于时间的功能 例如看到迎面而来的汽车 与打方向盘避免相撞之间的时间差 而另一方面 更传统的模型通常会设计大量参数 且这些参数并不全是与真实的人类身体反应相关 为了测试该模型的性能 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架势模拟器 测试要求一个受视者 根据计算机屏幕上指示的角度旋转方向盘 在测试过程中 研究人员监测受视者旋转方向盘时 超出或低于目标角度的范围值 以及受视者做出响应所花费的时长 然后 研究人员将所得的数据与分数阶模型 及其他更传统的模型相拟合 结果是 分数阶模型不仅更加严密地匹配测试对象的行为 而且需要的参数更少 当然 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测试 特别是对更复杂和更有用的系统进行测试 不过 以上这些结果表明 对于大大便利了我们生活的机器而言 能走路 会说话的分数阶模型 最佳地诠释了人类的行为 对于大大便利了我们生活的机器而言